8月16号下午3点左右 市长谢国良在市议会准备备巡前 中选会也正式宣告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案 有效法定联署人数超过标准成案 决定在10月13号礼拜天举行投票 对此谢国良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 尊重中选会的决定 也表达依照目前的名义自己会胜选 我们过去的理解投票 好像都是在礼拜六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那个周末应该是10月12号 那为什么在礼拜天我们也不太了解 薄小明切都尽量尊重中选会的安排 假如他们确定是10月13号 那我们也会配合 如同我跟大家说明的 我们这一场是要告诉更多的民众 需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这个选项 而不是支持谢国良在家不投票 所以我想如果只要宣导能够到位 让大家都了解这个选票选项的话 依目前的名义依归 我是会胜选 不过谢国良也强调 罢免已经成为重选的一个工具 此风不可掌 希望自己的案子是最后一个罢免案 罢免已经很明显的 不管从现在还是到明年 都被拿来作为重选的一种工具 那我觉得此风不可掌 我也希望台湾不要有这样子 遏止的这种罢免的风潮 所以我希望从我这个案子 会是最后一个罢免案 至于有媒体问到和原先传出 可能选在市长生日 10月5号举行罢免投票日的时间不一样 是否可以好好过生日呢 谢国良表示不敢过 但是有时间还是会陪陪家人 不敢过 还是要好好的准备好 打好这场选战 但是会尽量 一有空的时候 还是要陪陪家人 太太女儿妈妈 市议会开议前 市长谢国良也特地到主席台 和议长童子伟 以及议会秘书长李同诚 打招呼握手致意 寒暄几句 心情似乎还不错 没有受到罢免案 成案的影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